我是李子強文 我是香港中風學會的老神經科醫生 其實中風也是我們老神經科的範疇 很多時候如果有些朋友進入醫院中風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由我們老神經科的醫生來診治他們 其實我最初這個題目說 安了一個名字叫捕風捉影 中風我們都很想捉這個風 究竟是什麼 為什麼叫做中風呢 其實以前的古籍都是說中風 就像一陣風一樣 突然之間一個病人就出現了一些症狀 其實這個是形容得很好的 就是形容中風其實是跟血管的問題有關 血管的症狀就起得很快 這些都是講一講 我們都想捕風捉影怎樣可以做得好一點 希望大家聽完有少少的概念 首先什麼是中風 中風就是其實腦血管出現了問題 導致它不可以供應養分給一些盧細胞 可能你們都聽過爆血管是一些出血性的中風 又或者失血管是一些缺血性的中風 其實都是如果腦血管不夠養分 腦血管是死得很快的 可能只是幾分鐘就已經死了 死了不會再生了 不會再生了 所以很重要是要預防 還有得到祖的治療 對中風的認識 可能你們最多是去到這麼多 或者有些人都知道 但其實這件事是很關我們事的 其實世界中風組織就提出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知道其實是one in six 就是每六個人 有一個人其實一生裏面有機會 是會面對中風這個問題 而每六秒鐘在世界上 有一個人就會死亡這個中風 所以他的死亡率也是很高 是香港的第四大殺手病 所以其實都頗密切的 希望大家都不需要面對這個問題 但可能身邊有人出現這些情況 可以早點帶他去得到適當的治療 這個就是我們告訴大家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剛才說過了 10月29日就是這個世界中風日 那今年我們這個世界中風日的題目 就有點不同 今年我們就說中風是可以治療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知道中風 他中了可能沒了醫的了 他就這麼差了 以前可能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其實我們應該正面一點去看的 還有現在科技進步了很多 就算發生中風 如果早點去看醫生 其實是很多治療 是可以幫到他們的 有三樣東西可以做到 多點關注這件事 早點接觸到中風的資訊 以及得到適當的治療 早點行動 即是去看醫生 這個中風可能遲些不是1 in 6 可能是1 in 10 或者再少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口號 我們先關注這件事 我們如果連中風都不知道是什麽 其實就很難得到適當的治療了 其實要關注這件事 就是中風是影響得很多人 每年可能全世界都有1700萬的病例 其實它最重要除了是死亡率之外 有四分一的人是導致死亡之外 其餘了七成半的人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嚴重的傷殘 那中風的徵狀 那怎樣知道是自己中風 偶爾避一避 偶爾覺得手軟腳軟那些陷迷中風呢 那要講得清楚一點點才行 那很多時候去看醫生 醫生都會問你清楚 究竟這個病症是怎麽樣的 中風有一件事的特徵就是 起得很突然的 因爲血管的問題 是突然之間失落 或者突然之間爆 症狀是出現得很快的 那可能你會感覺到 突然之間半邊手腳無力 又或者麻痺 你講話言語突然之間就說得不清楚 又或者你的頭突然之間很痛很痛 視線突然之間模糊了 看不到東西 又或者無緣無故地暈 而那個暈是持續的天旋地磚的 那你不是醫生 那可能也要趕快去問清楚 啊懂的東西 啊醫生 那這個是不是要擔心中風呢 還有呢 中風的一件事就是 除了頭痛之外 很多時候的手腳無力 那些手腳都不同的 總之整個軟了 那這些情況是隨時都可以發生的 那有些人可能睡覺的時候 中風都不知道 到醒的時候突然之間動不了 那這個呢就要留意了 這個可能是一個中風的訊號 那根據一個大概10年前 在香港做的研究 發覺那些人如果中了第一次風 之後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我們發覺在香港的死亡率的數字 都是很近的 有四分之一的人呢 都是會有死亡的情況 有三四成的病人呢 中風之後呢 其實會失去了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 那就有四分之一的人 會在五年裡面會有犯法 再有一次新的中風 而四成的病人呢 其實五年之內呢 會有個死亡率在那裡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病人的年紀都比較大一些 同時間有很多其他的毛病 那中風之後很多病發症呢 導致死亡率是這麼高的 那所以呢 希望是第一次中風都不要出現 如果中了一次的 避免他不要再翻翻 還會有這條 是 中國印尼的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